一年一度体育界盛世,111年国民体育日全国基层体育有工团体个人表扬在汉平酒店举行 致力导造花联运动城市推动全民运动发展现场徐真卫荣获了特殊体育贡献奖的殊荣 获奖原因是积极筹划各项运动赛事培育优秀的体育人才 也让实际执行的花联县体育会感受到现场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 114年国民体育日全国基层体育有工团体以及个人表扬举行颁奖典礼 现场徐真卫获获得特殊体育贡献奖 现场表示长年倾力推动运动发展如成立花联女子足球队 在台湾木兰足球联赛获得多次冠军 而花联县荣州代表队则勇得2018年亚运的二金一银 2019年世界荣州锦标赛二金一同等辉煌的战功 争取到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109年全民运动会在花联举办 并且自立体育运动带动广播发展 花联以及台湾是一个运动岛 尤其是在历届体育署的署长的支持之下 在各个县市的体育会以及各体育单向委员会 其实鸿蒙火火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在推动 尤其是如果是亚奥逊项目都是首选 但是如果是全民运的项目其他的项目 其实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在全民运我们可以看到在花莲城举办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垂球比赛花莲县的垂球选手 都是七十岁以上的长辈 但是来自于云林来自于西部的选手 都是国中的选手 所以蛮有趣的可以看到阿公阿嬷跟我们的孙子比赛 但是球技在金不在年纪 这也就是花莲我们的运动 从两岁到120岁全民体育都在做 而今年度花莲县长许正会以及基隆市林又昌 获得特殊体育贡献奖 团阴前度员空获得终身成就奖 欧都纳股份有限公司 山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4个团体获奖 在个人奖上部分则有温雪芳、蔡红良等46人获奖 推展社会体有功个人奖 接着请你欢迎视频道